《荒山泪》 《荒山泪》是很早很早就演出了 二十年就演出了 呈现在这出戏都非常有特色的 特别是在电影拍出来《荒山泪》以后 他自己很高兴地说 我把《荒山泪》录下来了 这出戏在他五七年的时候 他临终前的一年 再三告诉我说 你一定要把 在家里团聚 给他们敬酒那段二六跟流水 把那段要保留下来 因为以前没有这段长枪 他这段保留下来呢 就说明这个家庭非常和谐 非常和睦和愉快的家庭 但最后被战争破坏了 这样 他说一定要加上 还有一段要加上的就是 他老婆婆打他 打他的时候有一段唱 要把这两段加上 你以后演出 一定要按照这个加上的 我说好 后来我们演出的时候 这个 那场就是禁酒 二六的时候 我们都加上去了 非常协调 非常自然 但是 就是那老婆婆打他那场呢 就怎么也加不上去 因为他这个 儿子抢走了 在悲痛之下 他下场了 再上来 如果说老婆婆要打他 就等于很很生硬的 这么有一场戏 贴上去了 而要戒指下来呢 又是哭婆婆死了 所以这怎么怎么放也 这个没有解决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我希望将来后人 能够有更好的 聪明的有什么办法 能够完成我们老师的一个遗愿 黄山泥这个戏 却是呈现对这个戏 是很钟爱的 一个他嘱咐就是这两段加上 还有一个他再三提的 就是说 这里头有二百多种的水秀 他集中了二百多种水秀 他说演这些戏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千万不要把它演成太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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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到爺爺這裏來 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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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